孩子的教育费够吗 有足够的钱退休吗 医药费会成为负担吗 这些是不是你心中的忧虑呢 钱总是够用的 只要我们很好的筹划 星期四早上10点到11点 让理财高手帮你一把 理财高手 这是理财掌门人吴嘉万 嘉万你好 早安 其实很多听众都跟我说 他们喜欢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请嘉万跟我们聊 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投资环境 一个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对 很不明朗 很不明朗 可是呢 如果你把钱放在银行的话 你怎么样去抵抗 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因为过去这两年 那个通货膨胀是相当高 新加坡现在是大概5% 一般来说新加坡通货膨胀 大概是2到3 然后现在越南的通货膨胀是高达20% 然后就是全球的通货膨胀都比较趋高的一个趋势 所以为什么 是什么造成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 什么造成通货膨胀 所以通货膨胀是什么 通货膨胀就是说 一般的这些物品跟服务的价格都上涨了 就是那个生活费用上涨 所以这个是通货膨胀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 什么造成这个物价的上涨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物价上涨 然后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一个比较正常的通货膨胀 是因为这个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 就是因为这个需求增加了 所以因为需求增加 当然如果那个供应不能够及时增加的话 它的价格就必须上涨 对不对 因为这个增多周少 这个是好像需求超过供应 当然那个价格会上涨 但是第二个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印钞票的关系 然后过去这两三年 其实真正造成这个通货膨胀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经济 它不是增长得很好吗 甚至是非常缓慢 所以这个通货膨胀不是因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 它主要是因为各国就是印钞票 主要当然印的最多的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QE1 QE2加起来 总共印了2.6 trillion 2.6 trillion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数字比较多了解的话 我们要了解说美元从它开国以来 就是它建国以来到现在 到底到2008年到底印了多少钞票 开国到现在 到2008年就是这个危机之前 到2008年总共美国从开国到2008年 只印了800 billion 800 billion 换言之在过去的三年 它们印了2.6 trillion 是超过三倍 它们用了很多很多年才印了800 billion 但是在三年就印了2.6 trillion 所以如果说这个钞票换物品 对吗 像如果这个钞票越多 然后那个物品的供应没有增加 但是钞票的供应增加了这么多倍 这样换言之 当然就是说每张钞票的价值会下跌 当每张钞票的价值下跌 但是换言之就是那个物价会涨了 所以其实这三年来 这个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美国 当然就是欧洲也有 中国也有 日本也有 但是当然最亏祸首是美国 印这么多钞票 然后美国的通货膨胀还是很低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通货膨胀也好像是人的血压 这样如果你的那个经济增长不好 你的血压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美国还是很低的通货膨胀 但是他这样印钞票的结果 却把全球的这个通货膨胀就是推上去 所以好像越南你看 多么可怜 百分之二十 新加坡 我们也遭遇百分之五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 所以怎么是对抗这个通货膨胀 就是我们要问自己 有什么东西 当这个通货膨胀涨的时候 它的价格也会涨 像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东西的话 这个东西就可以帮我们对抗这个通货膨胀 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就是等于我们为我们的钞票保值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新币相对美元来说 过去两三年 其实美元是下跌了大概百分之二十 就是三四年前 就是一美元对1.5新元 现在是一美元对1.2多新元 所以它就是美元 我们可以看得出真的这个美元的这个价值 在下调中 然后当然过去一年是什么回事 所以美国政府他们当然不会讲出来 但是他们其中有个策略很简单 美国自己是有问题 所以它为了让全球的投资者 还是对美国有兴趣 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们去把欧洲打击 所以美国的策略是很简单 我是已经伤了 我受伤了 怎么能让人知道说我这个伤你还要选我 我受伤的人你还要选我 我把另一个人打到更伤 他比我更弱 像相比之下你没什么选择 因为你要明白全球的货币 你主要的货币只有就是四个 就是美元欧元热元 当然就是那个英镑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欧元就是打击下去的话 如果你相对来说你的钱一定要放在其中一个货币 是美元到底是热元还是这个欧元还是这个英镑的话 所以相对来说你会看到每次欧元下跌的话 美元就涨 然后那个热元也涨 但是那个英镑是挺平稳的 现在是跌到介于英镑对于二星元 就一直很平稳在那边 不管欧洲发生什么大事 它就是一直在1.96到2块钱 它没有再下跌 但是这个美元我可以说 可能在接着下来的十年 美元的这个价值再下跌一个50% 是很有可能 就是每年可能下跌5% 这英钞票的结果呢 就是说这个钞票的面值越来越大 但是钞票的价值越来越低 对 一定的嘛 这个是供应跟需求 这个是经济学101 基本 可是你刚刚讲到 这两个就是QE1加上QE2 就是1.6个Tillion 2.6 2.6 好恐怖 我们现在还在等待QE3 但是QE3不会有多少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以用算数去算 现在美国的这个债务的顶线 是在16.4Tillion 但是它现在的债务 已经从去年的7月 14.3Tillion 增加到15.8Tillion 所以在短短的一年 它已经增加了1.5Tillion 所以现在已经用到15.8Tillion了 16.4Tillion扣掉15.8Tillion 就是只剩下0.6Tillion 0.6Tillion就是600Billion 所以就是说它最多也 它也不可能印完整个600Billion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需要 因为这个债务会不断的增加 因为利息加上去 对不对 所以真正来说 可能QE3 如果债务顶线没有调高的话 QE3最多只是 300Billion到400Billion 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了 如果说 印了2.6Tillion的钞票 都于事无补 你认为 一个QE3 如果印一个300Billion 400Billion 你认为就会有奇迹吗 不会有奇迹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2013年这个全球 最严寒的冬天 很可能会来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的观点呢 就是说这个人就好像说 在吸毒一样 对啊 这个经济啊 在吸毒了 就是说 需要这个毒品的这个兴奋剂 但是这个会使到情况越来越糟 最糟的情况会怎么样 对对 所以最糟的情况当然就是 好像讲的 美元的它的价值会下跌50% 但是它不会就是突然间爆跌 因为突然间爆跌 全球都完蛋了 因为如果你去看全球的世界各国 他们的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 然后他们的钱是放在美元 就算新加坡也好 新加坡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 这个 foreign reserve 我们有200多 over billion dollars 然后但是50多 billion 是美元来的 所以我们也是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放在美元 所以如果美元大跌的话 对全球是一个很糟很糟糕的 就是大家就是广东人讲的 蓝嘴要猜谁 抱着一起死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 所以他们可能尽量就是 让这个不要这样爆跌了 就可能就是好像过去这个两三年 就是三四年跌了百分之二十 就是可能一年跌到一个百分之五 所以未来的十年可能美元的价值可能比现在低了百分之五十 是很可能 所以如果你手头上你的财富很多是美元的话 长期来说你自己要做一些调整 不要这么多钱在美元 是是 好那么如果是要说到这个抵抗通膨的话 比如说这个固定资产 不动产可被抵抗通膨 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一些贵重金属的投资 能不能够抵抗通膨胀 稍后我们再继续 好谢谢 孩子的教育费够吗 有足够的钱退休吗 医药费会成为负担吗 这些是不是你心中的忧虑呢 钱总是够用的 只要我们很好的筹划 星期四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让理财高手帮你一把 刚才嘉万就跟我们谈到了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通货膨胀呢 当然一种情况下就是经济增长 供不应求的时候 当然价格就会上升对不对 而第二种情况呢 这就是我们近期所面对的情况 就是印钞票热钱 当这个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钱的时候 那个价格自然会上升 但是这个价格上升了 但是这个钞票的价值却在下跌 对相对来说 对相对来说 所以为了应付通货膨胀 比如说是新加坡的情况 是5%的通货膨胀 那么在亚太区的其他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越南是高达20%的通货膨胀 以后可能我们预期也许通货膨胀也许会到7% 也有可能 甚至超过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抵抗通货膨胀 固定资产 比如说房地产不动产 能不能抵抗通货膨胀 还有一些比如说贵重金属的投资 可不可以抵抗通货膨胀 不是 所以我分析任的事情就是 问它的源头在哪里 What is the cause 它的因在哪里 造成这个果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全部东西都是因为才有结果 因果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通货膨胀 它是一个结果 果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原因 当然知道它的原因是印钞票的话 这样我们就要找就是 因为它可以不断的增加这个货币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东西 可以对抗通货膨胀的就是 那个东西就是它必须 它的数量不能够任意的让政府去增加的 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些这样的东西 然后不是突然间讲说房地产什么 所以我们要找那些东西 什么不可以随时任意的 人家去增加它的那个供应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 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包括石油了 对不对 因为石油的供应 你要去挖一个新的这个油井 它可能需要四五年的时间 黄金跟银也是 它的出产量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你不可以突然间大量增加它的供应 所以要开采一个新的金矿 银矿 每个人至少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 然后房地产呢 房地产就比较快 可能两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东西 它你都会看到它的价格很低 然后突然间一直涨一直涨涨 涨到一个高度呢 然后突然间它又暴跌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首先是需求增加嘛 对不对 像好像我讲的 当需求增加的时候 短暂的时间 它的供应不能增加 所以它的价格就会涨 但是当它 比如说它已经涨了两三年了 很多人看到 咦这个东西 这么有需求咧 而且那个价格 我现在如果去开一个金矿 也会赚钱的 就可能有人开始去开这个金矿 但是呢 它从它要做到 那个金矿 真的有黄金出来 可能要五年后 所以可能几年后呢 当这些 那个供应突然间 就是起来的时候 就是上涨的时候 然后那个需求 又没有多大的变动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会下跌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房地产 就是会有一个周期性 它不是说一直涨一直涨 当然是说长期来说 如果说长期 十年二十年 当然它的价格是上涨的 但是比如说两三年两三年 你要很注意这个供应跟需求 所以我们回到这边的话 如果你买房地产的话 你就要了解它的供应跟需求 所以它的供应呢 其实过去几年 就是因为供不应求 然后这个供应呢 其实慢慢已经来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HTB也宣布 去年建28000件 然后今年建25000件 这个53000件将会几时落成 2013 2014 2015 所以接着三年来 这个供应就回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寓 到底还有多少存货 就是已经推出去 但是还没有卖出去的 这样的消息当然是房地产商 不愿一直打广告 对不对 你可能要听这个节目才听得到 所以现在的存货 你刚才讲少也不少 大概37000件 只这个公寓已经推出去 还没有卖出 然后政府又不断的收地 对不对 它又其实在推出那个地 这些地呢 可能又要两三年后 又要建成了 所以这下来 这些供应都会来 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 未必就是一直涨 所以你要了解 这样的情况 当然如果说 房地产它也是可以 对抗通胀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房地产 它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土地价格 第二个部分是 那个建筑成本 对不对 当那个通货膨胀上涨的话 那个建筑成本肯定上涨 对不对 但是呢 通常那个土地的价格 也会上涨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土地的价格 有时会下跌 是为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看行情 对不对 当然行情 也要看就是本地的 房地产的供应跟需求 还有就是全球的这个经济的局势 所以这个行情是由这两个东西所组成的 所以这个地价不是说一定是每年一直涨的 它有时候会下跌的 所以这个建筑成本 所以这个建筑成本也不是一直涨的 所以当然现在的建筑成本 比起比如说 2007年来说是比较低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 比如说钢铁很多 比如说Couple 它们这些的价格都已经比较低了 所以现在的建筑成本会比当时低一点 所以但是黄金跟银就是几千年来 当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的时候 他们需要找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价值它很肯定 然后他们通常都是会找黄金跟银 为什么好像我讲的 就是这个政府不可以多去制造 它不可以变黄金 所以就是为什么通常 如果说到通胀的时候 这个黄金跟银的价格会上涨 所以可能就是 如果你要对抗这个通胀 甚至其实食品也会上涨 所以当然问题是 我们不可能短那个白米对吗 但是我坦白告诉你 如果通货盘胀上涨的话 那个白米的价格肯定也涨 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 其实过去两三年来 我有听到一些人跟我说 而一些比较名牌的那个 泰国香白米对吗 一公斤从我五块钱 好像涨到十多块 对不对 如果你去算一算的话 哇这个通胀盆上 非常惊人啊 哪里只五啊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小贩的话 它调的话就是两块半调到三块 你自己去除一下了 两块半到三块 哪里只五啊 然后去年调那个得次 啊 一上车从两块八毛 起到三块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算一算 其实真正的通货膨胀可能不止五 是 那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几个 比如说石油啦 黄金啦白银啦 其实道理上我们都知道啊 real assets 所以他们的共同点 他们都是real assets 对对 是可以抵抗通货膨胀的 对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 石油黄金白银的投资啊 风险非常的大 前几天我去打油啊 就连在油价里面啊 就是打油的收银员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说啊 他说你看 现在这个石油 这个油价跌啊 这个石油期货的这个问题 很多炒期货的 他说跳楼啊 对啊对啊 是 因为当时 当时油价从百多块下跌到现在八十多 是 所以怎么样去掌握啊 这个脉搏 好像比如说黄金也是一样啊 黄金曾经在 在这个中东危机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价 去年比如说 这个到最高就是一千九百美元 然后现在大概是一千六百美元 对 所以怎么看呢 它波动很大 对啊 波动很看 所以你就是要 有一点投资知识 你要会这个的技术分析 嗯 就是图表分析 嗯 如果我们看图表分析的话 黄金的价格 它的支持点是一千五百五十美元 嗯 一千五百五十美元 所以就是如果它跌破一千五百五十美元 它很可能跌到一千五百 嗯 然后这个一千五百美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点 它一旦跌破 它最低的可能有可能跌到一千美元 嗯 所以如果现在你一千六百美元 买黄金的话 一盎司的话 你必须要了解 你所可能冒的风险就是 第一个是它跌到一千五百五十 你就要很小心 它一跌破一千五百 你可能就要攒仓了 就是全部卖掉 不管推多少你也买 嗯 因为你再不卖它可能一路跌到一千 然后它的上涨的空间有多少呢 一千六百的话 它必须突破一千七百 嗯 它就重新回去这个上升的趋势 嗯 所以如果黄金一旦就是突破一千七百美元 它很可能会回去过去年的一千九百美元 甚至可能创新高 两千美元 也有可能 所以你现在买的话你就知道说 你有可能要亏一百块 就是千六亏到千五 你有可能也是赚一百块 但是如果你赚超过一百块的话呢 就可能从千六赚到千九 就是可能赚三百块 是 所以我们就是 投资你要明白说 你必须在进场的时候就想好退场了 这跟打仗是一样的 很多人就是 哇冲啊冲啊冲啊 冲到进去 最后哦就是 死的片价不留啊 是 所以你要进场 你要想退场的策略 呃才 你想好了退场的策略 你才能进场的 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这个白银呢 白银目前的价格大概是27 28美元 嗯 然后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点 是26美元 如果它一旦跌破26美元 它很可能跌到20美元 主力呢 然后它 现在是在一个波动 在这个27到29之间波动 所以如果你现在比如说28美元买的话 当它一跌破30美元的话 它就很可能 朝这个33美元上 上涨 如果它一旦就是超过33美元 它就重新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当它如果超过33美元 重新在上升的趋势 它有可能回去去年最高49美元 所以同样的如果你现在买白银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28美元买白银 我有可能亏两块 当它一跌到25块多 我一定要卖 你不可以不舍得 要舍得 展昌 然后呢 如果说它起到33以上 你还有可能再买一些 然后有些人就说 没有你神经病的28的时候 不买多一点 33才多买 那个人完全不了解投资 为什么33我可能还要多买一些 因为如果它重新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好像我讲的 它有可能一路从33回去49 它有可能上涨16块了 但是它下跌呢 它如果涨到33 它跌破这个26 对不对 我就卖 所以我最多亏5块 最好可能赚16块 可是 所以真正会投资的人 就会算好这个 我有可能亏多少 我有可能赚多少 然后怎么样呢 有钱人是很简单的 我赚的可能必须比我亏的可能超出一倍 不只大 要超出一倍 没有超出一倍 它就不投资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现在会不会买公寓 我不买的 如果这个 郊外的公寓1300块 能够起到多少 1500 我可能赚200 有可能跌到多少 900 我有可能亏400 亏的是 可能比赚的可能超出一倍 肯定不买的 可是黄金白银呢 黄金白银刚才已经分析了吗 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 对你来说呢 所以我是说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要买的话 你就要知道说 现在可以买一点点 但是如果白银 你现在28买 它跌低过26 你就快点卖了 可是下万呢 让我问你 因为时间有限 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 没有 那么 好像这种黄金白银的 这么风险 这么大的 这个投资 适不适合 普通的投资者 什么叫风险大 我刚才已经分析了 它的风险 你可能 28美元买的话 有可能亏2块 我跟你讲 如果你今天去买股票 盲目的买 可能你亏到渣都没有 对不对 很多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上市的 亏到最后倒闭了 对不对 渣都没有 所以我跟你说 你会投资的人 什么东西都可以投资的 好像我来说 黄金跟银 我也可以分析的 如果石油 我也可以帮你分析的 你问到我什么 我都可以分析的 因为为什么 刚才我们完全是按照 这个技术分析 就是按照它的图表 所以我们是按照一个趋势 然后除了这个技术分析 我们还有所谓的基本分析 基本面分析 Fundamental Analysis 所以刚才我们谈的是 Technical Analysis Fundamental Analysis 我们就是分析 好像我刚才讲的 钞票印这么多了 如果钞票跟黄金 黄金的数量没有增加 钞票一直增加 你认为黄金的价格 有没有可能上涨 所以有可能上涨 所以可能就是 我们下个星期可以谈 什么投资黄金 然后再进一步探讨 什么是ETF 因为其中一个 投资黄金最好的方法 就是投资ETF 但是现在外面 有一些公司 跟你说 买黄金 我几个月给你多少利息 我是劝你最好不要投资 因为第一 你必须了解到 黄金是没有给利息的 所以任何人跟你说 任何公司跟你说 黄金可以给你利息 已经是莫名其妙了 所以我劝大家 不要听了这个节目 等一下有人兜售你说 哎呀你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吗 你才告诉我买黄金 我跟你讲 我的公司就是有卖黄金 而且每几个月 还有给你利息的 然后你说哎呦这么好 我立刻去把你的退休的金啊 棺材本全部拿去投资 我跟你说 你最有可能欲哭无泪 好的谢谢家婉 好吧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四 同样的时间锁定理财高手 我们再来说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黄金 或者是白银的话 你可以通过一些怎么样的途径去做 正确的途径 不要就是 黄金没有给利息的话 请拜托大家 请记住 我再次重复 黄金不给利息 任何人跟你说黄金给利息 是莫名其妙 好谢谢家婉 孩子的教育费够吗 有足够的钱退休吗 医药费会成为负担吗 这些是不是你心中的忧虑呢 钱总是够用的 只要我们很好的筹划 星期四早上10点到11点 让理财高手帮你一把